到了第八條,現在有一個quadratic equation x²加k,x加8等於k,就有兩個distinct real root parta就要找回k的範圍 因爲它說明route是兩個不同的,而且是real 即是說這條quadratic equation的discriminate就是大於0 你要做的就是首先,撿回兩條式 什麼是撿回這條式呢?就是撿回Ax²加bx加c 這個損失會變成這樣,右邊是0 這裡你會看得到,後面有個8-k 你要揭回它,即是說,你要下一步變成這樣 這樣整個揭回8-k 這裡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A其實就是1 什麼叫A,即是x²旁邊的coefficient 就是這裡有一個隱藏的1,一個x² 而B就是x的coefficient,這裡就是k C就是constant term,即是8-k 而這裡你就會寫清楚了 所以這個discriminate就等於0了 因此B²-4ac就會大於0了 那你拆開好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條典型的quadratic inequality 你會發現這條典型的quadratic inequality 來的 乘下的k加8就大於0 好,然後怎樣去找回答案出來呢 這裡你可以看看這個圖 現在我將那個 所謂的horizontal的intercept 就記錄到那個數線那裡 一個是4,另一個就是正8 那因為這個k²前面的coefficient 1是正數 所以這個graph是笑口,開口向上 那現在我希望就是做到那個quadratic graph 是在環線以上 它要大於0 即是代表外語的quadratic graph 是在這條環線的上面 那k²在哪裡呢? 你們可以看到 當k大於4的時候 就可以了 因為k大於4的時候 曲線在上面 另一方面 當k是小於負伯的時候 曲線都在上面 所以就是說有兩個範圍 因此你就會得到有兩個答案 k呢 要麼就是大於4 或者k呢 就要小於負伯 這個就是做完的分別 到分別 就說了 看一次題目先 如果k是正整數 而quadratic equation 要解決它 當k到達到它的minimum value 那樣 你說回到那個範圍了 k要大於4 或者k要到達到負伯 K是正整数,刚刚大过4的正整数,其实就是5 所以部分B就变成这样 当K是5的时候,就变成漂亮的quadratic equation 这里有一个equation,A就是1,B就是5,C就是3 所以我们用回quadratic formula,就是-B,正负开方,B2-4AC,除2A 代替下去就可以计算出答案